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明是洞悉了凤九方才的富匪 凤九一听 立刻转身面对着帝君 面带三分不悦地看着帝君道 你又偷听我说话 一张小脸或许是因为被看穿的心思有点发红 东华帝君看着凤九 眼力还有远处的船只一点点在眼中模糊起来 东华帝君捏了捏凤九的手 道 明明知道我会偷听 为什么不直接说给我听呢 分明是东华偷听在前 可这句话听起来倒像是凤九不够坦荡 夕阳落在了凤九的睫毛上 东华牵着凤九道 景色不错 不如泛舟江上 循着东华帝君的目光 凤九所见竟是一片橘色 泛舟江上 倒真是个不错的想法 江面上的船只纷纷亮起了花灯 不仅如此 更有轻妙的司主管弦声从江面传来 他欣然点头 随后便看见了这个常年久居泰城宫 不然红尘俗世的东华帝君像一个寻常的凡间男子 一般与船家交谈还给了些银钱 却独独没有让船家跟着一同上船 只他与凤九二人走上了那众多华美 唯独这艘简约精致的船之上 香水侵日而明 凤九坐在船上看着来往的风景 东华帝君坐在他对面 只是看着凤九 好半天等到月明风清夕阳完全睡去之后 帝君道 那日 你与文昌帝君便是如此吗 突然提到文昌帝君 凤九有些没反应过来 疑惑地看着东华 他自从四方魔镜出来之后 东华帝君对他只是贴心的关怀 却从未开口问过 关于四方魔镜那日的事情 凤九原本想着也没什么事发生 所以帝君不问也是常理 可闭关之前他曾听他小叔说 那日在四方魔镜之外 东华帝君全程是黑着脸的 凤九仔细地回忆了那日的事情 想了想 或许是帝君生气了吧 可帝君没问 凤九也不好直接提 万一说了 帝君反说在他心目中 帝君是如此小气之人反倒不好 时间一长 凤九渐渐地也忘记了四方魔镜之事情 更不笑在此刻花好月圆之夜想起什么了 东华帝君见凤九依旧一脸疑惑 补充道 从前在乐野之境 你不是曾与文昌帝君一同泛舟湖上吗 乐野之境 提起这个地方凤九的记忆之门总算是被打开了 那会自己还不知道 荣语就是文昌帝君 所以无论如何也做不得数吧 凤九心里这么想着 最伤便也是脱口而出 那时候他是荣语 可不是文昌帝君 况且 那日还有小叔在呢 凤九一口气 简明恶恶地将那日的重点情况说了一遍 原以为东华帝君应该只是突然想起问问 这么一明明白白地回答遍也就算了 谁知帝君开口便道 怎么听起来 九儿是觉得那日你小叔在的不是时候 看着东华帝君一人挑衅的神情 凤九算是回过时明白了 今日的东华帝君 是要翻就账了 帝君是从何时起对凤九东兴起念的呢 实在索要塔还是在那日九后凤九偷亲了他 亦或是 在帝君拿到白浅上神留下的封印东皇中的册子时 总而言之 在以上的那些种种时刻 帝君是完全没有察觉的 他坚信三生时尚没有自己的名字 自己也一定不会对什么人会生出爱慕之心 可这世间的事情 即便是神秘也不能免俗 三生时尚从前或许没有因人忌讳 但奈何有执着人 偏偏化开了冰天雪地 揉碎了一池春水 东华帝君一只手撑着脑袋 另一只手看似随意地搭在自己的膝盖上 帝君的面前是一张小方桌 桌上有两盏甜酒和凡间石心的瓜果 夜幕拖着长长的星河 斜着浩月一同降临 这江面上却是有种不叶天的感觉 四竹漫舞 红袖漫回 满江的灯红酒绿 破过江水绝射在众人的脸庞和眼眸 帝君看着凤九 眼中的神情凤九看得不真切 可是自打方才凤九反应过来 帝君这是在翻旧账之后 这小狐狸的触觉微觉等等 各种感官都一并变得灵明起来 他琢磨着 帝君前些日子不曾问不曾说 大概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机会吧 今日这情形 想着 凤九扭头看了看四周 江面虽然船只不少 可好在江面之大 船只画坊之间倒是隔着些距离 果然是个翻旧账的好地方 根据经验 以往遇到这种事情跟着对方的思路走 总是会让自己无路可走 从前他就错了不少 如今可不能如此 正所谓吃一千长一致 凤九今日算是领悟到了 吴 帝君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是不是在吃醋 凤九拳起一条腿 然后又将自己的一只胳膊顺势撑在膝盖上小小的手掌托着自己的下巴 这幅模样 倒真是像族凡间那种调戏良家女子的市井浪荡子 不过凡间也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所谓情人眼力出西施 眼下凤九这副样子在对面的东华帝君看来 却是帅真可爱的要紧 只不过这么一张帅真可爱的脸 却说了一句帝君从未察觉也不想承认的话 吃醋 开什么玩笑 他可是堂堂东华帝君 怎么可能吃醋 可若不是吃醋 自己做什么非要再问了四命新君这几日凡间哪一处花灯最盛 画坊最多呢 帝君无奈的笑了一下 随后又轻轻的摇了摇头 不作声 凤九道 帝君 你怎么不说话 帝君心里苦笑了一下 此情此景还要说什么 四方魔镜之中 凤九何故要给文昌度仙器 他心知肚明 出了四方魔镜之后 凤九的举动更是无须坠言 今日之举 终究还是自己的问题 想不到 他堂堂东华帝君 曾在战场上毫不迟疑的东华慈府邵阳君 竟然会有这种情绪 帝君又笑了 他轻轻说道 九儿 吃醋这种事情 本君也是可以体验一下的 分明就是承认了自己在吃醋 可偏偏要把这吃醋的情绪说得如此冠冕堂皇 倒弄得自己真的只是为了体验人间七情六欲的体验派式的 凤九也笑了 他的帝君还真是有如此 可爱的一面 十里桃林 粉红色的仙泽在桃林上空蔓延着 白浅问哲言 每日这么多人来参观 你竟然也在桃林坐得住 就没想着出去避避清静 哲言还未及开口 一旁的白真上神率先开了口 道 小五这你就不懂了 为人为神都一样 年纪大了总是喜欢热闹的 说完 白真上神端起了茶杯喝了一口茶 然后悠然自得的放下茶杯 又拿起了擅自装模作样的扇了两下 又道 苏莫叶 你此番的茶叶火后倒是掌握得极好 温润棉香多了些 坐在另一边的哲言上神 此时颇有种隐忍不发或者一触即发的意思 自己活了这么久年纪确实是大血 可听白真这么一说 自己默然有一种吹灯芭芭的悲气质感 尤其在此刻 与他差不多年岁的神仙 东华帝君正带着小凤酒浪漫去了 默然在昆仑序也有一众弟子整日伺候着 就连方才说了这恶毒化的白真的阿爹 白纸帝君正带着自己曾经的心上人 游山玩水游历四方去了 独独自己在此处好心好意陪着这几个小辈 却还被如此不贴心的挑逗 如此一想 哲言更是悲从中来 话说 这洪荒尊神 谁还没个脾气什么的 只不过 默然上神向来心如止水 自从白浅和叶华大婚之后 更是有种波澜不惊的感觉 而东华帝君面对凤酒的调皮 大多时候也是源于宠爱 也就甘之如鱼了 但哲言上神可不 她是一定要还回去的 当然这或许也是哲言上神在与白纸帝君 争夺宁长的时候戏败的重要原因吧 对旁人的是 哲言上神可谓是风月导师 对自己的事情 哲言上神可谓是有着自断因缘的特殊技能吧 是啊是啊 想来我与莫渊相差无几 白浅又是莫渊的小弟子 与叶华差了七万岁 真真你吗 比白浅又在年长个几万岁 想来想去 咱们这些神仙 恐怕也就苏莫叶和叶华君的年纪小一些 哲言故意将苏莫叶和叶华君拖下水 其心可见很多 白浅从前是介意叶华比自己小一些的 如今好不容易没人说了 自己也不那么在意了 偏偏哲言又在苏莫叶面前说了此话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